非自然死亡 我的法医笔记 刘晓辉 四少女碎尸案 隐藏在学校里的猥亵惯犯 将法医从外面买回来一个锅 把锅填满水放在电炉上 把从躯干上取下来的那块齿骨 联合放了进去 李征偷偷问道 将法医这是要干什么 我说 这叫竹骨 把骨骼上附着的组织 竹烂后提出 使骨联合面的特征 才能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 湖西区和宝山县交界处 有一条河叫北梁河 担负着全市饮水和周边农田的浇灌任务 是我市的主要河流之一 北梁河的上游有一条支流 这条支流的发源地叫山岭村 山岭村南有条小路 路边的一片水塘 是北梁河的源头之一 此刻 我们刑警队技术科全体人员 正站在这个水塘旁边 水塘里漂浮着一个黑色塑料袋 如果不仔细看 还以为那是一片水草 两小时前 我们接到报警称 山岭村有个小孩儿 在水塘里抓鱼时 发现了一个大袋子 闻起来臭臭的 回家后和父母说了 他父母又和村支书老李说了 老李就报了警 王猛 你去村里找根长竹竿 把那个塑料袋拨过来 王科长一边说着 一边在岸边走来走去 村支书老李安排了一个村民 带着王猛去了村里 须于便带回一根长长的竹竿 竹竿刚好能触及 那个黑色塑料袋 王猛小心翼翼地拨动着 那塑料袋慢慢向岸边靠近 快到岸边时我和技术员王猛 王立东三人挽起裤腿下到水里 把塑料袋拽上了岸 黑色的塑料袋上挂着混浊的水珠 散发出一阵阵恶臭 周围的村民一下子后退了十多米远 李书记让村民们先回家吧 派出所张所长对李书记说道 暂时没什么需要帮忙的了 散了吧散了吧 哇也快放学了 都快回家揍方言 一围做饭去吧 李书记一吆喝 村民们陆续离去 有些人还不断回头张望 喜欢为官是人的一大特色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有一个人驻足观看 很快就能变成一群人为官 这一点在工作中我已经亲身体验过多次了 王猛先对塑料袋拍照 这是一个黑色垃圾袋 展开有一米多长 塑料袋上已经有几个小的破口 隐约可见袋内物体呈灰白色 王科长看了我一眼 小灰 你默默看袋子里是不是人肉 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倒要看看江法医的本领 你学到了几成 李征好奇地问 江法医还有这么神奇的本领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咱湖西区的法医可厉害着呢 你慢慢就知道了 听王科长这么说 我不禁玩耳 想起了关于江法医的那个神奇的传说 多年前有一起碎尸案 当江法医把装着尸块的一个包 从水中捞出后 大队长开玩笑说 江法医 你这么厉害 能不能不用眼睛看就知道死者是男是女 男的 江法医毫不迟疑地回答 打开包一看 果然是男性尸块 众人十分惊奇 江法医的形象瞬间高大伟按起来 后来据江法医讲 他在打捞尸块时 恰巧摸到了一个男性生殖器 王科长 这个真不好摸 得摸对地方才行 我边说 边把袋子打开 一大块灰白色的肉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赶紧把袋子里的肉倒出来 那是一块人体的躯干 没有四肢 也没有头 毫无疑问 这是一起命案 而且是一起杀人碎尸案 现场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李征和王莹瞪大了眼睛 捂住了嘴 王科长马上打了一个电话 放下电话 王科长说道 刚才向领导做了汇报 领导让咱就地进行尸检 尽快查明死者身份和死因 从外观上看 尸块是一名女性的躯干 王猛在旁边说了句 看来首先要考虑情杀了 很可能是剑色奇 将法衣摇了摇头 也不一定 仇杀和情杀都可能出现 毁损死者性器官的情节 不过这个嫌疑人 肯定是比较变态 夏天的苍蝇嗅觉非常灵敏 很快便有一大群聚集过来 嗡嗡乱窜 一有机会就迅速落在尸块上 口罩根本挡不住刺鼻的气味 只能起到精神安慰的作用 防毒面具或许能抵挡部分气味 但戴上后会十分温热 作为酒精沙场的法衣 在尸块旁边戴了一段时间后 我的嗅觉神经像被麻醉了般 逐渐逐渐适应了这种气味 心法一理争的处境可就没那么乐观了 他眼睛红红的 不知是呛得流泪还是心中伤感 不过他一直跟着我们 没有远离半步 打开死者的胸腹枪 肋骨未见骨折 尸体内脏高度腐烂 很多死亡真相已经无法识别 打开死者的胃 胃里充满了半流制的东西 已经无法分辨具体是什么食物了 按照常规 我们提取了阴道柿子 因为尸体已经腐败 血液不一定能做出GNA 所以我还特意捡取了一块肋软骨 为了推断死者的准确年龄 我们提取了齿骨联合 准备带回去进行法医人类学检验 初检完毕 王科长和江法医把大家召集起来 初步看来 这是一起杀人碎尸案 受害人是一名女性 年龄和身高不明 死亡原因不明 死亡时间应该是餐后两小时 距今两周左右 这是一起棘手的案子 死者身份不明 死因不明 侦破难度很大 就在大家收拾好工具 准备返回时 王科长接到一个电话 他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 放下电话 王科长看着我们 苦笑着说 大家先不用回局了 赵家村也发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赵家村距离山岭村不远 我们开车十多分钟就到了 现场位于村北的河沟里 这条河沟的上游就是山岭村 一样的黑色塑料袋 一样装着尸块 只不过这些尸块的数量和部位不一样 塑料袋里倒出了八块尸块 初步看这些尸块都属于四只 分别从肘关节或膝关节处断开 我对这些尸块逐一进行了测量和检验 直觉告诉我 这些尸块和之前那块躯体很可能来自同一个人 但理性告诉我 并不能排除死者有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可能 反程时 我们先去了市局把生物剪裁送到DNA室进行检验 江法医特意叮嘱市局DNA室的徐法医 这个案子有些棘手 希望能尽快做出结果 回到局里 顾不上吃午饭 江法医从外面买回来一个锅 把锅添满水放在电炉上 把从躯干上取下来的那块尺骨 联合放了进去 李征把我拉到一旁 偷偷问道 刘哥江法医这事要干什么 不会是熬汤吧 想象力挺丰富呀 李征的话差点把我逗乐 和熬汤差不多 这叫煮骨 我给李征解释 把骨骼上附着的组织煮烂后剔除 齿骨联合面的特征 才能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 齿骨联合位于骨盆正前方 根据齿骨联合面的特征 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年龄 很快 实验室里热气腾腾 一股臭味扑面而来 我感觉肠胃一阵翻涌 阵阵作呕 我立刻把实验室里的通风厨电源打开 顺便把窗户也打开了 臭味淡了一些 竹骨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我们轮流去吃饭 留人守着锅子 不断往锅里添水 我忘了那天的午饭吃的是什么了 反正难以下咽 傍晚市局徐法医打来电话 DNA检验结果出来了 所有尸块均属于同一名女性死者 外面天色已经很暗了 江法医看了看表 差不多了 关上火吧 江法医取出齿骨联合 用镊子把骨头上的组织都撕扯下来 我们围着这块齿骨联合仔细观察 我拿出纸笔在纸上写着这块齿骨联合的一些关键特征 小灰 算出来了吗 江法医问道 这个死者看起来年龄不大呀 是的 15岁左右 当我说出这个年龄时 李征啊了一声 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江法医点了点头 身高呢 我放下了手中的笔 根据之前测量的骨骨长度 推算死者身高为155厘米 江法医请我们一起出去吃了个宵夜 点的饭菜都比较清淡 回到局里 我在大队秘书科 见到了一份发给周边区县公安局的协查通报 6月9日 在我辖区山岭村及赵家村河道内 发现一具无名女士 身高155厘米左右 年龄15岁左右 为尽快查找师员 请各单位排查辖区内 符合上述特征的失踪人员 如有线索 请联系王警官 看到失踪人员几个字 我拍了拍脑门儿 猛然想到自己正好负责 呼吸区两个系统的录入工作 那段时间 省公安厅刚刚开始 推广两个系统 凡是遇到无名尸体 就把信息录入未知名尸体系统 有道派出所报失踪的 就把信息汇总填入 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系统 这两个系统并不是孤立的 它们可以互相关联比对 无论是先报失踪 还是先发现未知名尸体 都可以与另一个系统进行对比 假如信息比对成功 就可以确定未知名尸体的身份 或者失踪人员的下落 我立刻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 在未知名尸体系统中录入 今天这个无名女尸的信息 将死者的DNA信息 输入未知名尸体系统 与失踪人员系统进行比对 但没有比重失踪人员 这种情况有两个可能 一是死者亲属没有报案 二是派出所 没有采集死者亲属的DNA信息 两个系统刚开始运行 有些派出所报送不是很及时 报送的信息也不是很规范 所以目前系统里的数据不是很多 我在失踪人员系统中 输入女性进行查找 一共找到了六名女性失踪人员 其中一条失踪人员信息 引起了我的注意 5月25日 城南接半孙家社区居民孙正良 到派出所报失踪 说女儿孙小丹 已经一天一夜没回家了 这个孙小丹恰好15岁 而5月25日到今天正好是两周的时间 我立刻根据失踪人员档案里的联系电话 拨了过去 电话很快接通 听筒里传出一名男子的声音 你好 哪位 你好 我是公安局法医 想问一下孙小丹找到了没有 已经找到了 他自己回家了 我略微有些失望 但转念一想女孩平安回家是好事啊 找到了就好 我待会儿在系统中修改一下 您这个失踪案子就算撤销了 好的 给你们添麻烦了 再见 孙小丹的父亲似乎不愿多说话 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半 我关上电脑 准备回家休息 办公室的门一下子被推开了 王猛在推门进来的同时 向我喊道 赶快收拾一下 马上出发 又发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听到黑色塑料袋这个词 我感觉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它似乎已经成了失快的代名词了 这一次也不例外 在垃圾中转站发现的 这个黑色塑料袋里 竟然装了一个人头 在灯光下 人头面部青紫色的皮肤 发出有黑的光泽 看起来已经是巨刃官了 面容无法辨认 枕部扎着一个马尾辫 头发长三十厘米 符合女性特征 给大家科普一下 什么是巨刃官 巨刃官是尸体高度腐败时 出现的一种尸体特征 人的生命终止后 寄居在人体内的腐败细菌 由于失去人体免疫系统的控制 而疯狂滋生繁殖 并产生大量腐败气体 这些气体会在尸体内迅速充盈 随即出现颜面肿大 眼球突出 嘴唇变大并且外翻 舌尖伸出 胸腹隆起 四肢增粗 阴囊彭大等诸多尸相 整个尸体彭大像巨刃一样 所以称为巨刃官 巨刃官的出现 意味着尸体进入高度腐败期 一般来说 目前这个季节 出现巨刃官需要两周左右 当然也要根据周围 环境状况进行具体的综合分析 我用手触摸这个人头 手上传来滑溺的感觉 我知道那是头皮腐败后的特有感觉 像是充满了气泡祸水 根据对垃圾中转站工作人员的询问 和现场监控视频来看 这个装着人头的黑色塑料袋 是傍晚一辆垃圾运输车运来的 那辆垃圾运输车负责北梁河两岸的垃圾回收 也就是说 这个人头来自北梁河岸边的垃圾桶 我们把这颗人头带到了解剖室 连夜进行解剖检验 江法医和李征闻讯也赶了过来 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 我们戏剧性的在同一天发现了 可以拼齐一个人的所有尸块 把所有尸块拼起来时 死者好像躺在了我们面前 死者颈部自甲状软骨下方离断 颈椎断端比较整齐 符合锯齿类工具形成的断端形态 这和之前发现的其他尸块的断端特征是一致的 经过与之前发现的躯干尸块比对 发现头部和躯干断端竟然完全吻合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 这个人头和之前的尸块来自同一名受害者 当然要认定是同一个人 还得等头部的DNA检验结果 切开死者头皮 死者颅骨没有骨折 打开颅骨 死者脑组织已经开始液化 没有发现明显损伤 去掉硬脑膜 颅底也没有发现损伤 拒开镍骨炎 只见镍骨炎是鲜红色的 死因确定是窒息死亡 江法医说道 下一步就是查找湿源了 切开死者颈部后 我习惯性的摸了摸死者的蛇骨 发现蛇骨已经骨折 江老师 死者的蛇骨断了 哦 把蛇骨取出来看看 很快 我把蛇骨取了出来 剔除蛇骨附着的肌肉组织后 发现蛇骨大脚骨折 这提示死者颈部曾经受力 江法医点了点头 这就对了 应该是恶警或掐警导致窒息死亡 江法医看了看表 时间不早了 大家抓紧回去休息 王猛和小刘在辛苦下 去趟市局DNA是送检吧 我也去 李征固执地跟着我们去了市局 从市局回到分局 已是凌晨两点 李征在分局门口下车后 自己开车回家了 王猛去了值班室蹭睡 我回到办公室躺在沙发上 一阵疲劳感袭来 很快就睡着了 一阵电话铃声把我吵醒 我看了看坐机 显示的号码有些熟悉 接起电话 一个女孩的声音传来 警察叔叔 昨晚是您往我家打电话了 对吧 你是 我是孙小丹 我有个事情要和您说 那天我们四个人一起去老师家补习功课 后来燕子单独走了 到现在还没回家 哦 方便和我说一下燕子的情况吗 孙小丹压低了声音 警察叔叔 我爸催我去上学了 要不你到学校找我吧 城南中学初二六班 还没等我说话 电话里就传出了盲音 我看了看 表示上午七点半 赶紧跑去王科长办公室 门徐掩着 我敲了敲门就进去了 王科长 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小刘坐下说 王科长放下手中那本书 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我把刚才那个电话的情况 向王科长做了汇报 王科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条线索很有价值 要好好查一查 你和王猛马上去趟城南中学 我们的车在分局门口被李征拦下 得知我们要去办案 他拉开车门就坐到了车上 我们在城南中学校长办公室 见到了张校长 简单寒暄后 张校长叫来了初二六班的班主任 贺成前老师 贺老师四十来岁的样子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思思文文的 他神情有些疲惫 脸上还有些胡渣 看来作为一名班主任 平时工作很辛苦 得知我们的来意后 贺老师回忆说 我记得两周前 那个周一上午 我们班有四名同学 没来上课 家长们陆续来学校找孩子 有几位同学的家长 还报了警 到了周二 除林艳妮之外 其他同学都回来上课了 我问他们之前去了哪里 他们也不说 贺老师 您把林艳妮的情况和我们说说吧 我拿出工作簿 做好了记录的准备 林艳妮是个比较文静的学生 成绩在班里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父母常年在南方打工 他平时跟着爷爷奶奶住 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好的 谢谢贺老师 能把你们班孙小丹同学叫来吗 我有点是想问问他 贺老师点了点头 走出了校长办公室 一会儿功夫 一个女学生走了进来 你就是昨晚往我家打电话的警察叔叔吧 我点了点头 孙小丹看了看张校长 压低声音对我说 警察叔叔 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我从他眼中看出一丝顾虑 我看了看张校长 张校长摇了摇头 你们慢慢聊 我去会议室开个会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直接喊隔壁 催主任就行 确认张校长离开后 孙小丹打开了话辖 最近我们四个人 每个周末都要坐公交车 去宋老师家补习数学 你们四个人分别是谁啊 王猛在旁边问道 我 林艳妮 吴里娜和赵家栋 三女一男 我们去宋老师家补习功课 是要学一整天的 两周前的那个星期天 我们商量着午饭后 在周围找个地方玩一玩 下午就不学了 林艳妮当时没同意 她说要学一整天 不能浪费学费 在宋老师家学了一上午后 我们和宋老师说 下午有事不来了 从他家出来后 就去了附近的网吧 平时我们的功课压力太大了 一直没机会玩 那天我们一直在网吧玩到傍晚 赵家栋提议玩通宵 开始我不太同意 后来经不住网络的诱惑救 天亮后 吴里娜说他爸爸妈妈 最近不在家 让我们一起去他家睡一觉 我们就去了吴里娜家 那林艳妮呢 她去了哪里 我们中午走的时候 她还在宋老师家里 后来就不清楚了 反正周二我们来学校 上课没见着燕妮 孙小丹继续说 上周末我去燕妮家了 她还没回家呢 你知道燕妮家地址吗 我抬起头 问孙小丹 你能和我们说一下吗 她家那个位置不太好找 我给你们画一下吧 孙小丹拿笔 在我的工作簿上 认真地画起来 一会儿的功夫 一幅路线图就画好了 我们让孙小丹回去上课 又找校长 问了问宋老师的情况 校长告诉我们 宋老师今天没来上班 要了他的电话号码 我们离开了学校 坐在车上 我们三人商量着 先按照孙小丹画的路线图 去林艳妮家看看 然后再去找宋老师 了解一下情况 林艳妮家位于九城区 我们按图所记 七拐八拐后来到了 一座老师居民楼中 沿着楼梯爬到顶楼 轻轻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位老太太 她疑惑地看着我们 你们是 您好 我们是公安局的 来了解一下 林艳妮的情况 李征微笑着说 老太太招呼我们进门 我收回了准备 出事的警察证 燕子她爸 公安局的人来了 老太太向屋里喊着 进门后 我迅速打量了一下屋内的场景 这房子布局 有些局促 客厅不大 墙上贴满了各种奖状 从里屋走出一个中年人 个子不高 面旁销售 应该就是林艳妮的父亲 他满脸愁容 看见我们 硬挤出了一丝笑意 警察同志 是不是有燕子的消息了 很抱歉 暂时还没有消息 我们是来了解一下 林艳妮的情况的 一切还不明朗 我不能忘加揣测死者 判定就是林艳妮 对了 我听贺老师说 平时林艳妮都是跟爷爷奶奶生活 你和他妈妈 常年在外打工 这不是燕子失踪了吗 他爷爷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 现在着急上火 病倒住院了 我这次请假回来 一是寻找燕子 二是照顾我爹 孩子这么多天没回家 你们怎么没报警呢 林艳妮的奶奶说 那天燕子很晚还没回家 他爷爷就给宋老师打了电话 宋老师说燕子早就从他家离开了 我们寻思这燕子一般 都是和几个同学一起去补课 说不定去同学家完了 一晚上俺们都没怎么睡觉 第二天一早 他爷爷去了学校 班主任贺老师说 学校会帮忙寻找燕子 实在不行 学校会报警的 让我们不要太着急 先回家等着就行 我点了点头 我们的失踪人员系统 近期刚开始使用 可能有些派出所 报送信息不是很及时 回头我再问问城南派出所吧 对了 一会儿我给您取个血 我看到李征 好像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那就谢谢你们了 林艳妮爸爸端来两杯水 放在我和王猛面前 我拿出取血针 在林艳妮爸爸手指上扎了一针 挤出来两滴血 涂抹在财血卡上 闲聊时我无意中问起 你们觉着宋老师怎么样啊 宋老师人挺好啊 他知道我们家不太宽裕 给燕子减免了不少补课费呢 我们能去林艳妮的卧室看看吗 李征的这个提议得到了林艳妮爸爸的同意 我们走进了林艳妮的卧室 林艳妮的卧室不大 但房间收拾得很整洁 书桌上放着厚厚的书本 还有一本没做完的习题 上面字体清秀 笔记工整 桌子上有一根银色的星星头绳 李征拿起头绳端详了片刻 然后轻轻放回桌上 告别林艳妮的家人 我们回到车上 李征说道林艳妮书桌上的头绳 和那具尸体头发上绑的头绳款式是一样的 我和王猛面面相去 李征的细心让我们赞叹 王猛挠着头说 我怎么觉着宋老师嫌疑很大啊 我摇了摇头 嫌疑谈不上 但目前看来林艳妮最后出现的地点 就是宋老师家 我们必须去他家看看 给宋老师打了个电话 得知宋老师最近感冒了 此刻正在家里休息 驱车来到宋老师所在的小区 和门口保安说明来以后 我们静止开车来到宋老师所在的八号楼 宋老师坐在我们对面 那天的事我记得很清楚 上午的课一结束 孙小丹 吴李娜和赵家东就走了 我琉璃艳妮在家里吃午饭 她说自己出去吃 下午再来上课 可一下午也没见着她 我觉着她很可能去找孙小丹他们了 当天晚上 林艳妮的爷爷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林艳妮没有回家 我这个补习班吧 其实挣不了多少钱的 虽然政策不允许 但学校和老师也没别的办法 又不让孩子上晚自习 又要拼分数 能怎么办呢 在我和宋老师聊天的过程中 王猛起身去了趟卫生间 告别宋老师 我们开车驶出小区 我示意王猛停下车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 王猛摇了摇头 我先去看了卫生间 从卫生间出来 又去看了厨房 都没有发现异常 我沉思了一会儿 林艳妮最后一次明确出现的地点 就是这个小区 咱去查查监控吧 王猛摇了摇头 恐怕时间久了点吧 有些小区的监控 只能保留一周 走 试试呗 说不定咱运气好呢 我下车想传达是走去 我们的运气果然不错 这个小区监控设备很先进 不仅保存时间长 而且清晰度很高 由于需要长时间观看 我们把监控录像考回了单位 办公室电话铃声响起 市局DNA是徐法医打来电话 果然不出意料 人头和之前的尸块 属于同一个人 我们冲了三杯咖啡 打起精神观看监控录像 从5月24日 也就是这几个学生 去送老师家上课那天开始看 为节约时间 我们用了8倍播放速度 很快 画面中出现 四个学生模样的人走进小区 可以清晰地看到 其中一个正是孙小丹 我按下暂停键 认真观察 这四名学生的外貌特征 三个小时后 有三个学生 从小区里面走了出来 边走边说话 然后离去 又过了十分钟 另一名学生走了出来 根据前后对比 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学生 应该就是林彦妮 林彦妮走到小区 门口时停了下来 好像在和对面走来的 一个人打招呼 两个人在小区门口 聊了几分钟后 一起又回到了小区里 停 李征喊着 再回过头 看看这段 改用正常速度 播放刚才那一段视频 当我们看清画面中 和林彦妮聊天的那个人后 互相对视了一眼 是他 我们几乎一口同声 我们立刻去找宋老师 一阵敲门声后 宋老师打开了门 一脸惊讶地看着我们 你们还有事 我们想再了解个情况 贺成前老师是不是 也住在这个小区啊 对 当年我们学校帮大家 在这个小区团购了一批房子 价格要比市场价便宜许多 很多老师都在这个小区买了房子 您和我们说说 贺成前老师的情况吧 不知为何 宋老师好像不太愿意提及贺老师 他摇了摇头 我和贺老师关系一般 我不太了解他 宋老师的回答 显然有些言不由衷 同在一个班级任教 互相之间 哪能不了解呢 李征刚要开口再问 我对他使了个眼色 带着胡怡从宋老师家出来 我们开始分析 林彦妮遇到贺老师后 为什么又返回了小区 王猛说 咱回去再把录像看看吧 我觉得老师和学生遇到后 聊个天其实也很正常 凌晨两点半 我们把五月二十四日 五月二十五日 以及五月二十六日三天的监控录像看完了 一直没看到林彦妮出来 贺老师倒是每天早出晚归 正常上下班 王猛打了个呵欠 我说吧 人家贺老师一看就不像坏人了 肯定是我们想多了 我摇了摇头 我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毕竟目前看来贺老师是最后见到林彦妮的人 可之前在学校时 她并没有说遇到过林彦妮这件事情 对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 李正一拍大腿 贺老师和林彦妮的爷爷说 学校会帮着找林彦妮 并且会报警 我刚才问了城南派出所的赵林 压根儿就没有老师去报警 不错吗 侦察意识很强啊 这次我是由衷地夸奖李正 李正立刻骄傲地昂起了头 王猛说道 要不咱把监控录像全看完吧 万一林彦妮在这期间又从小区里出来了呢 我们把监控录像考成三份 每人看三分之一 终于在天亮时看完了监控 然而很遗憾 林彦妮一直没有从小区里走出来 当然还存在一种可能 他坐车出了小区 眼看就要到上班点了 我们把情况和大队领导做了汇报 冯大队长拍板对贺城前进行调查 案件的调查结果令大家感到震惊 我跟随侦察 中队池搜查令 在贺城前家搜到了一把菜刀 一柄钢具和许多黑色垃圾袋 窝在锯齿的缝隙里提取了一些血迹 还在卫生间的角落里提取了一些血迹 通过对林彦妮爸爸进行DNA检验 确定死者就是林彦妮 而贺老师家中钢具和卫生间的血迹 都是林彦妮的 在铁证面前贺城前很快交代了犯罪事实 但论学识和业务能力 贺城前算得上是一名优秀教师 但如果论及品德和为人 贺城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衣冠禽兽 可谓劣迹斑斑 怪不得之前宋老师都不愿提及他 曾经有段时间 他借着身为班主任的便利 以谈话和补习功课的名义 猥亵了班里的十多名女学生 可悲的是 多数女学生涉于她的淫威 或顾及自己的名声 不敢揭发 也不敢告诉家长 只有一名女学生和家长说了 家长找到学校大闹 校长亲自出面 才把事情压了下来 最终贺城前赔了不少钱 并且备扣了三个月工资 从那以后 贺城前有所收敛 其他老师也知道了 贺老师的卑劣行径 逐渐疏远她 贺城前和妻子关系一直不好 他常在喝酒后耍酒疯打老婆 俩人闹得很凶 两年前 不堪重负的妻子 起诉到法院离婚 孩子判给了妻子 贺城前过起了独居生活 那天中午 贺城前从外面买饭回家 在小区门口偶遇 正从小区往外走的林艳妮 交谈中得知林艳妮准备出去吃饭 饭后再去送老师家继续补课 贺城前邀请林艳妮到家中一起吃饭 林艳妮开始是拒绝的 但贺城前一再坚持说近期班里准备评选三好学生 有些事情要和林艳妮商量一下 林艳妮也没好再推脱 吃饭时三杯酒下肚 贺城前的老毛病又犯了 她面红耳赤的盯着已经发育的林艳妮 呼吸渐渐急促 开始对她动手动脚 林艳妮刚要准备大声呼救时 贺城前用手紧紧掐住林艳妮的脖子 对林艳妮实施了监污 林艳妮反抗得越激烈 贺城前便越觉得兴奋 发泄完毕 贺城前见林艳妮一动不动 惊出一身冷汗 酒也醒了大半 她逐渐冷静下来 思考如何毁灭证据逃避惩罚 最终她从网上找到了一种 自认为最稳妥的方法分尸 第二天 贺城前照常上班下班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 傍晚她从外面买回一柄钢具 用菜刀和钢具 对林艳妮的尸体进行了分割 然后装进了黑色垃圾袋 深夜 贺城前驾车驶出城区 沿北梁河边路行驶 把三个黑色垃圾袋 陆续抛进了河边的垃圾桶和河道里 林艳妮爷爷到学校找贺老师 她的确是说过学校会报警 但是她怎么可能真的报警呢 下班时间到了 我刚要离开 李征把我叫住 刘哥不知道为什么 我闭上眼总想起林艳妮的卧室 她桌上整齐的书本 还有那条漂亮的星星头绳 她明明还是花一样的年纪 看来这个案子对你的心理冲击太大了 别多想了 回去好好休息吧 我明白 作为一名法医 这是必经的心路历程 李征神情有些落寞 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我觉得老师再讨厌 也就是严肃了点 学校总会第一时间 出来保护自己的学生 没想到老师可以是衣冠禽兽 学校也可以不作为致辞 如今就算我们破了案 林艳妮也再不能回家了 她桌上的习题还没做完呢 李征抬起头 刘哥你说 为什么老师这样崇高的职业 也会有这么卑劣残暴的坏人呢 我沉思了片刻 职业无关高低贵贱 也不能决定人的善恶 像我们这个职业 面对的死者就是最弱势的人 我们能做的就是找出真相 还他们公道 李征的眼眶有点泛红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走出了办公室 我发描一个好礼物 就在买恨 我还可以说 我在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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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你实行